红小子好赌成性 半夜见到鬼都得打上一拳 胡国华见三个赌鬼看不见 他便开始偷看他们的牌 慢慢的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最后直接出千 就这样胡国华每把都赢 赢走了他们所有的钱 然而就当他们打到最后一圈时 三个赌鬼全都打出了西风 胡国华上前摸牌 自己竟也摸到了一张西风 然而就当他打出西风的瞬间 天空突然变得电闪雷迷 你出钱不算吗 可你现在这一席 不想活了吧 胡国华认为他们看不见 还在一只脚面 结果下一秒竟看到 这些赌鬼的手上全是眼 胡国华被吓得想要把钱全部归还 可此时的那些银子 全都变成了纸钱 我不要钱 我要命 当胡国华在睁开眼的时候 一根绳子勒住了他的活 他被活活地吊在了胡长寿的墓里 传说胡八一的太爷爷 养了一只会偷钱的老鼠 这只老鼠总能将银元填满胡家的水缸 他的太爷爷胡长寿原本只是个木鸟 可有一天他遇到了一户半白石的人家 然而府中的管家不是让他打造棺材 而是让他用木头雕刻一个头像 胡长寿虽然十分害怕 但是已至此 干好了也算是积了一份阴格 于是他便按照郝老爷的画像雕刻了起来 一直到郝府准备出兵 胡长寿才把木质脑袋安在了郝老爷身上 并用丝巾为其遮挡 让郝老爷体面地下葬 事成之后 胡长寿便想索要工钱回家 可管家却让他吃了白石饭再走 结果等到饭菜端上饭桌的时候 直接就将胡长寿吓傻了 这饭桌上哪有什么饭菜 郝府上下所有人 他们全都端着一碗黄豆吃了起来 胡长寿直接被吓得钻进了桌子下 可此时的他却看到了两条尾巴 胡长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缓缓地抬起身 结果却看到 此时的郝老爷却变成了老鼠的头像 胡长寿被吓得赶紧跑出了郝府 可等他再一回头 刚才的豪府竟然变成了鼠仙妙 胡长寿不敢再多想 直接跑回了家中 这时候他才想起了家中正在生孩子的媳妇 我给人结成了大半辈子 就没见过实际 孩子是鬼先出来 本以为胡长寿的儿子命将不保 可就在此时 胡长寿家的水缸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老鼠不断地对着产房嘶吼 结果下一秒 房间里竟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是儿子 就这样胡八一的爷爷奇迹般地诞生了 等胡长寿从喜悦之中脱离出来 刚才的那只老鼠早已消失不见 只剩下了那口装满银元的水缸 胡家摇身一变成了常乐镇的手术 可到了胡国华这一带 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败家子 方圆石里的江湖骗子 随便拿样东西都能在他这里卖到钱 只要用这筷子夹住女人的耳垂 保证他对少爷你眼睛鸡丛 然而即使胡国华挥金如土 胡家的钱还是永远花不完 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女子 这个女子竟拿来了一副神奇的骰子 这骰子是有人股胆啊 有着聚阴散阳时关系 他可住不上的时来运人 逢我一世 胡国华接过骰子在筛中里实验 结果果然百事百灵 然而女人说这骰子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每次使用不能超过三根 否则就会被里面的冤魂所运 到了晚上 胡国华便来到了赌方 在这副骰子的加持下 胡国华大杀四方 然而轮到了最关键的一把 时间刚好过了三根 此时的胡国华忘记了那些忠告 选择将筛中落下 然而就在他筛中落地的那一刻 周围其他的人在一瞬间全部消失 胡国华仿佛看到了一段影像 紧接着天空中就落下了雪花 胡国华输光了家中的财产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刨开了他父亲胡长寿的 因为他相信他的父亲 早已给他留下了后路 然而当他打开棺材以后 棺材里除了他老父亲的事故以外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胡国华不敢相信 他断定一定还有机关 便开始在地板上找寻 最终他终于打开了暗格 找到了一个钱袋 然而当他准备带着钱袋离开时 一阵阴风袭来 随后他就在幻境里看到了那三个毒鬼 等他再从幻境中脱离时 他就被吊在了那根绳子上面 本以为胡国华这次必死无疑 可危机时刻 一只老鼠突然出现 他爬上了那根绳子将其咬断 胡国华才因此活了下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阴错阳差地发现了棺材上的机关 胡国华小心翼翼地打开暗格查看 结果发现暗格里有一把胡长寿生前用的土 还有一封留给胡国华的书信 信封里有一张一千两银票的借据 借款人就是胡国华的二舅 胡国华立刻找到了他的二舅张德彩 结果门刚开 胡国华就被二舅打了出来 原来在立这个借据之前 胡长寿与张德彩有个约定 就是只有胡国华找到媳妇 这钱才能还 胡国华拿着二舅给了一块钱 正在发愁从哪里去找个媳妇 结果一转眼却看到了街边的纸扎店 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买一个纸新娘作为媳妇蒙困过关 当心这纸人这么多了 随后胡国华将二舅约到了客栈 并把准备好的纸新娘放在了床上 胡国华想借着灯光昏暗 只让二舅远远地看上一眼 可二舅却不肯罢休 非要看看他媳妇的长相 害怕暴露的胡国华 只能用自己挡在了纸人的前面 可没想到下一秒 一只手搭在了胡国华的肩上 再仔细一看 胡国华背后竟出现了一个女人 舅舅 你上了年纪还是别吃这么多了 今天这菜实在是太好吃了 看到这里先暂停一下 想谈恋爱的兄弟 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 还对你心动的女生 去牵手啊 不怕提要求 要求越多 当你找的越准 找对象 就用牵手 龙小子买了个纸人当媳妇 只为骗取舅舅的彩礼钱 眼看自己的诡计就要被拆穿 没想到那床上的纸新娘竟然活了过来 而且更加诡异的是 女人明明为舅舅做了一桌的饭菜 结果一转眼 桌子上的饭菜全都变成了纸钱 舅舅 你上了年纪还是别吃这么多了 舅舅酒足饭饱以后 便将一千两银票交给了女人 眼看舅舅就要离去 胡国华想要一同离去却又不敢 在那一千两银票的诱惑下 胡国华一步步走向了女人 他起初只是想拿回银票 可突然间他发现这女人太美了 然而就在他情不自禁的瞬间 房间里的蜡烛突然熄灭 等胡国华再仔细一看 那女人竟变成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胡国华被吓得立刻将纸人推倒在地 结果下一秒 那纸人竟自己燃起了火 我只不想拿回自己的钱 你又何必为难我的你 这点钱算是 十三旅铺的乱葬刚里口 你若赶来 里面的金银中把我将劝 我的钱 后来胡国华在黑衣女的口中得知 那纸人生前是陈大帅的独女 只要胡国华能跟他结下了殷亲 里面陪葬的财宝都会归他所有 黑衣女雕给了他三柱箱 只要到时候他将点燃的箱举过头顶 便会有丧门吊客两位鹰差 助他找到那红皮棺材 在贪婪之心的驱使下 胡国华进入了那片乱葬岗 他按照黑衣女的指示 将三柱箱举过了头顶 结果他的身后真的出现了两个人影 胡国华还没来得及多想 就觉得身体开始下陷 再一转眼 他已经掉进了地宫之中 等他再起身时 地宫中的媒婆已经出现在他眼前 胡国华迫不及待地 想让媒婆带领他去找新娘 结果猛然间他才发现 那新娘早已爬到了他的身上 胡国华背着新娘一直往前走 最终他看到了陈大帅和他的阴兵 为了得到他的宝藏 胡国华的阴婚正式举行 他本以为只是走个流程 可没想到这新娘太过生猛 一头下去就把地砖瞌碎 这样瞌下去非死在这里不成 但是在阴兵的注视下 胡国华也不敢逃脱 他只能硬着头皮死磕 接下来的浸茶他又将手烫伤 他唯一能接受的一种仪式 就是给新娘洗脚 可没想到脚刚洗完 媒婆却让他将洗脚水喝掉 此时的胡国华再也无法忍受 他准备用最后的尊严和这帮死人抗衡 你们这帮恨死鬼太过分了 我一个活人还能让你们死人给切磕 谁说你是大活人 龙小子为了逆天改命 半夜在乱粉岗江湘举过头顶 结果下一秒 丧门和调客两位阴差立刻出现 他们是地宫的使者 会帮助胡国华找到鬼新娘的那口红皮棺材 为了找到这口棺材 胡国华必须和这个死了30年的女人结下明婚 据说只要和这个鬼新娘结婚的人 便能得到陈大帅陪葬在这墓里的本子 于是在媒婆的指引下 明婚正式进行 胡国华本以为只是走个流程 可没想这鬼新娘的头那么硬 自己这么做非可死不成 但是他又不能逃走 这么多阴兵看守 现在逃走和送死没什么两样 看来想要得到这宝藏 必须对自己狠一点才行 等胡国华磕完只觉得自己眼貌惊心 紧接着就到了凤茶的环节 刚烧开的热水 直接就浇到了胡国华的手上 直到挑开了新娘的盖头 唯一让胡国华满意的就是新娘的长相 此时的媒婆又让胡国华为新娘洗脚 胡国华这下可美坏了 长得这么如花似玉的新娘 就是天天给她洗脚都行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 这新娘下葬至今30年 红尾洗过一次脚 片刻之后那洗脚水就变成了黑色 直接将胡国华吓了一跳 然而媒婆还有一个更过分的要求 胡国华听完立刻就想要逃跑 但是大帅的鹰兵众多 他只能乖乖地将这洗脚水喝掉 可喝到一半胡国华就饱了 眼看自己是说啥也喝不完 而对面的大帅他们还在不依不饶 胡国华只能选择用他那最后的尊严 和这帮死鬼对抗 你们这帮恨死鬼太过分了 我一个活人还能让你们死人给欺负了 谁说你是大活人 此时的胡国华才发现自己的身上插着一把刀 而眼前的媒婆却变成了胡管家的模样 刚才的鹰兵全都不见了 只剩下了黑衣女和王二刚 原来刚才她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 黑衣女给她的箱里有一种叫做死疼的置换毒药 从一开始的人骨骰子 使胡国华输光了全部家产 后来他们又想利用指人的幻觉试图将胡国华烧死 眼看诡计没有得逞 他们只能上演了这场地宫冥魂 将胡国华骗到了这股墓中 最终胡国华被王二刚的匕首刺伤 伴随着股墓的出口被堵死 胡国华被永远地留在了墓中 王二刚则开了一间常乐镇最大的赌方 本以为从此再无后顾之忧 可就在赌方开业之际 黑衣女突然就好像得了怪病 无数的老鼠袭击了整个赌方 再一转眼 胡国华又出现在大堂之上 原来当年胡国华被困在墓中 就在他等死之际 一束亮光又给了他希望 他慢慢地爬过去查看 竟发现了一直救他的鼠胸 鼠胸为了打通墓道体力过度消耗 最终不幸而亡 这让无心苟活的胡国华再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他爬出了古墓 后来他被风水师孙国府所救 孙国府不但为他疗伤 还将毕生的绝学传授给他 最终在孙国府的帮助下 二人合力将王二杠击杀 孙国府将一本十六字银阳风水秘书传给了胡国华 直到胡巴一长大 这本书才传到了他的手中 就是打工赵敬之后 mitig或者我们能够让他分一人 而是非常多的 会有什么事吗? 你不想france 你不想اف